露水夫妻见光就散 就在刚才我见证了一段婚姻破裂 夫妻双方都陷入了婚内出轨的泥潭 事发之后失破脸皮的双方都在埋怨 攀扯对方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让人丝毫都想不起他们婚姻最初的恩爱 这些年国内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离婚的原因层出不穷 但最多的原因还是出轨 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感情倦怠婚姻疲惫 于是在婚姻墙内的人开始了怀疑 是不是感情淡了 是不是选择错了 是不是该出身了 这些疑问在脑间徘徊时 曾经美好的回忆 可爱的孩子 年迈的父母 他人的眼光 这些种种都在牵制着那些放飞的思维 在控制着出格的想法 在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之间 两种想法的博弈无形之中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当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婚姻也就岌岌可危了 那打破平衡的是什么呢 是有出轨念头 到时候正好有个出轨对象 也就是情人 有人出轨是为了寻求刺激 有人出轨是为了报复老公 或者老婆对自己漠不关心 不过带着目的出轨的人 只要不被发现 或者不被戳穿 是很难产生离婚的想法 怕就怕那种不经意间碰到的 天雷勾地火的所谓真爱 真爱会让你肾上腺素 分泌时长 真爱会让你判断出现失误 真爱会让你离私自我 真爱会让你看不见家庭和家人 甚至自己 于是为了真爱 你背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干财炼火 一发不可收拾 你曾名语 婚姻很久没有给你带来 或者从来没有给你带来的激情 为了这种感觉 你说服自己 用各种各样 看起来名正言顺的理由 来掩饰自己的丑陋 然而变成了错的不是你 而是这个世界 毕竟真爱没有错嘛 然而这种真爱能坚持多久 你能保证你以后 不会再碰到下一个真爱吗 到时候你再一次放弃现有的感情 你会陷入无限的循环中 出不来也进不去 人真中碰到的每一个人 都会有他自己的身份 有的人只是和你擦肩而过 那是路人 有的人能陪伴你一段时间 那是过客 有的人本可以陪伴你一生 却因你中途改道 终究会和你分道扬镳